你所担忧的事情 在未来99%都不会发生 19世纪 美国有个卖鸡蛋的农夫 他平时总是喜欢杞人忧甜 有次他不小心打碎了一个鸡蛋 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他却想 一个鸡蛋经孵化后就会变成一只小鸡 小鸡长大后成了母鸡 母鸡又能下好多鸡蛋 但又可以孵化成很多母鸡 于是他悲痛地大叫起来 天哪 我失去了一个机场 他越想越难过 很快就急遇成疾 最终躺进了医院 现实里有很多农夫这样的人 对于任何事情 总是表现得忧虑不堪 但凡有些风吹草动 都能挠不出一场灾难 齐山红教授说 不断放大自己苦恼 那些小问题就会要了你的命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很小的 过度思虑 只能加剧你的不幸 把你拖入绝望的深渊 一 作家扣士杰 曾讲过一个大学生的故事 这位大学生刚毕业不久 想到一家知名公司去应聘 投递简历后 人事部经理给他打电话 说对他的情况比较满意 约他次日去面试 结果第二天 这位年轻人在路上出了点小事故 迟到了 经理很遗憾地告诉他 因为不准时 他失去了这次应聘的资格 得知这个结果 这位年轻人既沮丧又难过 他觉得没能进入这家公司 自己以后估计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同时又感到前途渺茫 觉得是上天故意刁难自己 在反复思量下 他陷入痛苦的泥潭 甚至对求职产生了恐惧 最后只好回家啃老 媒体人许可说 你感受到的痛苦 其实都是来自你的推理 很多烦恼都是想出来的 想得太多 就容易被极端情绪左右 陷入过度思维引起的不幸中 电影说来有点可笑中 有个16岁的男孩克雷格 克雷格想申请去一所手机学校就读 进入这所学校 对上一所好大学有帮助 离申请日期还有半年 可他却一直摆脱不掉申请失败的想法 若申请失败 上不了这所学校 就意味着上不了好大学 很有可能 也会因此找不到好工作 找不到女朋友 过不了好的生活 这些挥之不去的想法 使得克雷格整日哀声叹气 活在烦闷焦虑中 等到申请日 他竟害怕地不敢提出申请 最终和这所学校失之交臂 想起张学友唱过的一句歌词 过分思考 庸人自饶很多时候 真正使我们感到痛苦 不是现实的困难 而是脑海中的异想 任何问题在无限延伸下 都会变得让你难以承受 最终让你再担忧 恐惧中掉进内耗的陷阱 凡是想太多 不仅会预知未来的苦恼 还会葬送当下的生活 二 作家亚伦说 真正击垮人的 从来不是事实 而是你头脑里的灾难化思维 生活中那些稀松平常的事情 本不会带来什么后果 总是在内心自我拉扯 一直自己吓唬自己 才是造成你痛苦的根源 事先万事万物 没那么容易变好 也没那么容易变坏 保持平常心 把脑子里的灾难放大镜拿出来 你才能停止对自我的消耗 作家张德芬有个助理叫西西 有次西西要去参加一个咨询会 头天晚上她订好了出行的计划 第二天 西西醒来一看 发现自己比计划中晚期五分钟 西西第一反应就是 糟了 要迟到了 她一边跳下床收拾 一边看了下导航 发现路上有一点点堵 西西想 万一堵车更严重了怎么办 肯定会迟到很久 咨询师会不会生气 她会不会觉得我不尊重她 她不愿意给我咨询了怎么办 带着这种不安的心情 她匆忙赶向会场 结果还是晚了十几分钟 她赶紧向咨询师道歉 没想到咨询师听后 只是轻轻一笑说 理解 没有关系 我们开始吧 西西这才顿悟 很多事情看似严重 其实不过是自己吓自己 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想起心理学上 有一个著名的烦恼箱实验 在这项实验中 受试者按照要求 把自己对未来一周的担忧 写在纸上 投进箱子里 几周后 他们对离纸上的事件 发现超过九成的事情 都是启人忧天 接下来 他们把当下 让自己焦虑的事项写下来 重新投入箱子中 结果几个月后 受试者称多数的烦恼 早已不再是烦恼了 由此 实验人员提出 在这个世界上 92%让人焦虑的烦恼 只存在人们的想象中 剩下8% 大家都能轻松应对 有句话说得好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 给你烦恼 学会及时清理 内心的消极思想 用平和的心态 看待事物 拒绝极端化思维 凡是看开一点 稍想一点 心头就宽一点 生活也就顺一点 当你克服了自己的胡思乱想 许多烦恼与痛苦 也必将迎风而散 三 知乎网友 对雷曼 从事平面设计工作 但后来 公司业务量 大幅度缩减 领导经常给员工们 平心休假 很多同事们 都有心忡忡 不是害怕公司会倒闭 就是担心自己被裁员 雷曼却认为 平时天天加班 现在有了奉献 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那段时间里 他先是在线上 推销自己的设计服务 后来又将设计相关的知识 与经验 分享到平台上 打造个人安比 几个月后 当同事们还在焦虑未来时 雷曼却已经成立工作室 走上创业之路 面对生活中的困境 总是往坏处想 你只能被现实激况 都往好处下 不抱怨 不消沉 你才能冲破黑暗的治国 迎来新的转机 作家冯继才 曾有过家中失窃的遭遇 有一年 家里进了贼 冯继才很多贵重物品 都被洗劫一空 只剩下些字画 没有被盗取 很多朋友听说了 都为他感到可惜 那么多藏品 价值多少啊 你这损失实在太大了 冯继才 却像没事人一样 依旧整天垃圾 他还调侃道 这贼不识货啊 还给我留下了 那么多宝贝呢 后来有人问他 这些损失 你真的不在意吗 冯继才笑着说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何必再去想呢 在这个家里 我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只要我没事 也就谈不上 什么重大的损失了 心里学家安东尼 罗宾说过 影响我们人生的 绝不是环境 也不是遭遇 而是我们持什么样的心态 人生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都难以预料 如果总认为自己不信 那只会陷入愁闷的情绪 生活也会一地鸡毛 减少纠结思虑 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好事自会如约而至 欲试多往好处下 以乐观的态度度计 便能逢山开路 遇水下桥 迈过每一道难关 明代冯梦龙 仅是童年里说 野花不种年年有 烦恼无根日日生 烦恼天天都会有 就像路边的野花一样 年年都会长出来 人之所以活得累 就是想的太多 把简单的事往复杂处想 往会处想 不切实际地假设最坏的情况 一味放大后果 加深负面情绪 最后只能让你心力焦脆 在这世上 困惑本无缘 不咎自轻松 欲试不防轻松点 停止无谓思虑 都往好处下 你才能游刃有余地 应对当下生活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